同学好,我们来看这个题目 题目告诉我们,若k为时数 且kx平方加2x加k恒正 则k的范围为多少 好,首先我们透过题目给我们的讯息 kx平方加2x加k恒正 恒正,然后k又是时数 我们可以得到第一个 这个恒正呢,第一个它抛物线向上 抛物线向上代表x平方向的系数k 它要大于0 x平方前面这个系数 它是大于0的话,它开口就是向上 而且判别是b平方减4ac要小于0 好,那b平方减4ac我们就列下来 2的平方减4ac 4乘以k乘以k 好,那后面的部分呢 因为这个有k平方 k跟我们要求的有关 我们把这个移向通通移到 右边这边来 我们可以得到 4k平方减4大于0 4k平方减4大于0 好,那另外一个条件是k大于0 好,我们就列下来 第一个k大于0 第二个 4k平方减4大于0 我们可以把4提出来 变成4乘上括号k平方减1 好,4乘上括号k平方减1 看哪个根 比大的更大比小的更小 所以我们可以列出来 第一个一样k大于0不变 第二个 这两个根一个是1一个是负1 所以比大的更大k大于1或k小于负1 那这两个的共通性 k至少要大于0 所以k小于负1 这个就不合了 所以答案呢 k就是大于1 这是它的范围 那这一题我们答案就写 k大于1